阿摩斯书第七章 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 看啊 替王收割之后 田产又开始生长时 主造出一群蝗虫 蝗虫吃进地上的农产时 我说 主耶和华 求你宽恕 因雅各太弱小 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 耶和华说 这事不会发生 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 看啊 主耶和华照来刑罚的火 烧毁广大的深渊和以色列的地业 因此我对主耶和华说 求你停止吧 因雅各太弱小 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 主耶和华说 这事也不会发生 他向我这样显示 看啊 主站在一道按准绳建造的墙旁边 手里拿着准绳 耶和华对我说 阿摩斯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准绳 主又说 看啊 我把准绳放在我名以色列中间 必不再放过他们 以撒的各丘坛必荒废 以色列所有的圣所必废弃 我必起来用刀击杀耶罗伯安家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歇派人向以色列王 耶罗伯安报告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 这国家不能容忍他说的话 因为阿摩斯这样说 耶罗伯安必死在刀下 以色列必备露离开本国 亚马歇对阿摩斯说 你这个仙剑 走吧 滚回犹大地去 在那里你可以找石 在那里你可以说预言 但不要再在伯特利说预言 因为这里是王的圣所 是王国的圣殿 阿摩斯回答亚马歇说 我远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本是牧人 是修理丧树的 但耶和华选招我 叫我不再跟随羊群 他对我说 你去 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 现在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说 不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 不要说攻击以色列 不要说攻击以撒家的话 所以 耶和华这样说 你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土地必被人两度瓜分 你自己必死在不竭之地 以色列必被掳 离开本国 你将约的虎丝 夏企连 初琅